宝典15b也是要配合介细词with出现的 下面有四个也是很常见到的片语 第一个cobwith是处理或者是应付 不过呢我们常常用的是用这个dealwith应付 这边有一个例子 she is a difficult person to deal with 他是一个很难应付的一个人 difficult person就是很困难的一个人 什么人应付起来很困难 我们中文就翻译 那个人不好惹 第二个comparewith我们有讲过了 comparewith是指相同的东西在做比较 如果不同的东西我们就要称之为比喻 下面看compare to比喻有一个例子 life is often compared to a journey 人生常常被比喻为一个旅程 journey 这两个是很清楚的compare with 指相同的事物在比较 compare to是不同的东西在做比喻 第五个第七个 cooperate with跟什么合作 这个在口语上常常会用到 尽情合作 谢谢您的合作 现在我们来看 在实际口语中尽情合作 我们英文常常讲 your cooperation will be appreciated 这是指当面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我们才会用 your cooperation will be appreciated 但是如果你是不是当面讲 而是用书面或者是投影机写出来的 那我们就要用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谢谢您的合作 但是我们不可以用 please cooperate together with us 请你跟我们一起合作 为什么 因为cooperate这个 co co就是等于 to get with的意思 所以 please cooperate together with us 这个together with 这个就是多余的 我们不要用这样子的写法 把前面这两个给它背起来 我们来看一看 第八个 share with 人 把什么东西跟人分享 比如说 跟食物 与同学分享 share his lunchbox 中餐便当 with his classmates 跟同学分享他的便当 share东西with某人 这都是很实用的一些动词的片语 下去我们看活学活用 第一题 life can be an exploration exploration就是探测 探险 人生啊 常常被比喻成一个探险 什么样的探险 后面出现一个关系子句 做补充的说明 来说明前面的探险是 let it feel with exciting events 充满了刺激的 令人兴奋的事件 所以 这个地方我们的答案应该要填入 比喻 那么 compared to 这是 第四题的 这个exciting event 人生也可以常常比喻成这个事件 什么悲欢离合 喜怒哀乐 这些都是充实我们人生的一些内容 第五题 地球村的居民应该永远彼此合作 地球村的居民我们直接就用 global villagers 这就是地球村的居民 应该 should cooperate operte 那后面我们要不要加 with each other呢 不要了 彼此合作 forever 这个就是多余的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co 就是彼此的意思 cooperate 就是彼此在一起 后面就一个副词 forever 那意思就清楚了 should cooperate forever 好 再看 第六题 有些人不知道如何 明字的处理情绪的问题 主词 先写出来 有些人 some people 动词 don't know 如何 就是how to 处理 处理 beer 处理什么 他们的情绪的问题 their emotional 情绪就是emotion 行动词是emotional 问题就是problem 怎样处理 很明智 这个明智是来修饰 动词 处理 所以我们应该要写的是 副词 wisely 这个才是正确的 不过还有一个很棒的写法 副词可以转用另外一个写法 with wisdom v-i-s-d-o-n wisdom 是智慧 很有智慧的来处理他们的情绪上的问题 这个就是有关于片语保典15b常常使用的动词片语运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